我們要表面專業 男生喝可樂用吸管 要把它吸完 用吸管7秒 我試試看 好啦 來 準備 準備喔 來 時間 預備囉 開始 馬克加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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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好7秒 走到密碩 天啊 還有深一點耶 不好意思喔 那個彈要小心 這個很厲害了啦 這位老兵 等一下 剛沒拍到 來 再一次 好啊 沒有啦 沒有啦 如果再灌下去 而且他的一口真的好大 他吸的一口好大 而且顯然馬力歐在前面 在前三秒的時候 你會發現他的量降得很快 到後面 因為那個氣會一直上來 可是提酒就沒有那麼多氣 所以很快 OK 好 所以驗證 全靈 真的吧 真的啊 剛好在整7秒的時候完成了 OK 真的是7秒喔 7秒 好 所以呢 既然是真的話 那很遺憾 紅隊扣3分 歡迎 我們比數有夠了 沒關係 三秒兩年 三秒可以復活 真的 好 那接下來要看看 綠隊要碰到紅隊所帶來的前衣室 是什麼人 什麼事呢 來 凱樂 歡迎首隊第二位 用軍刀燒砍香檳的開瓶法 朱仙請問一下 用軍刀燒砍香檳 你為什麼會想到 用這樣的方式去開香檳 這個雞炎其實應該感謝我太太 她真的也是嫌棄良夢 我就可以跟大家廣告一下 來 因為她 妳在那邊吃有嗎 慢慢廣告一下 大家都好 你太太是誰 OK 多年以前 就是也知道生東的時候 要煮那個燒酒雞 那雞肉已經煮滾了 零食 米酒 找不到開瓶器 OK 所以我太太當然知道 我平常都有準備刀子 準備軍刀啦 所以她想說 本來要用 你家沒事準備軍刀帶著 菜刀 水果刀 裝飾一下 是裝飾 對 是 她本來要我說用嘴巴張開 牙齒把它咬開 就用嘴巴開那個手機嗎 對 我覺得這挑戰太大了 所以我就拿這個金刀來 試著試著 結果不小心真的就把它打開了 OK 所以從此以後 就希望能夠用這個軍刀開很多久 包括後來開下面 對 那開這些都OK 可是聽說後來你太太連罐頭打不開 也跟你說這樣 軍刀來穿這個 對 因為早餐有時候感覺要外出 所以準備個稀飯要配個醬鍋 臨時也打不開了 所以還是急急髒的把軍刀 因為軍刀比較大 比較好找 所以還是把它去開 OK OK 好 來 提問時間 妳先 我想問一下 開那個是迅速嗎 還是說要幾秒 那個是要 瞬間 對 這個可能瑪利歐會 他開了以後等一下瑪利歐會 他剛剛已經注意到對比 其實喔 來 其實我是個保護者 我知道這些技巧 但是我大概心裡中 心裡面已經有打算了 我只想問你 你為什麼今天會穿這雙鞋出來 怎麼會搭配這一雙鞋出來 對啊 OK 沒有 我沒有要穿它 妳是 妳說妳連罐頭都可以用軍刀開 是 什麼樣的罐頭 像辣椒醬那些東西都可以開 是有蓋子轉開那種 還是有 不是什麼那個肉醬 不是那種罐頭 鐵罐沒有辦法 不是鐵罐 轉開那種鐵罐呢 你要找程維銘 來 瑪利 我想請問 那個 你打開那個香檳的時候 你是用切在哪裡 切在瓶口處 你說那個鞋子上面 對 它瓶口處 你以為它是這樣開 不是 我的意思 你是從玻璃那邊切開嗎 或是你是從三邊那邊切開 其實如果力道不對 曾經也出酒過 大家都不要喝了 瓶口沒有開 結果整個就爆掉 OK 所以這個也是要練過的 OK 這個是有機可學的 那所以你的本業是 我是賣酒為生 但是不是每天像蠻有喝酒過日子 他說喝酒混日子 你是賣酒為生 OK 這也算噱頭肌 那我能問你君刀的來源是 君刀的來源 這個有屬於西洋君刀 那所以 這個刀削香檳的儀式 其實是在拿破羅盛世的時候 我們知道他是一個貴族 所以他有很多的香檳酒場 會巴結他 送他香檳 他為了他要激勵他的匠勢 所以就在騎乘的馬屁上 拿起指揮刀 把香檳穴開 就像我們得到一萬賽車觀景一樣 讓大家去看看 OK 不錯喔 講得頭頭四道 然後呢 加上他獨特的這個氣質 所以我覺得他應該是真的 OK 好 來 所有的資訊提供完畢 綠隊想清楚 真的假的 壓幾分 真的三分 真的三分 好 為什麼 那個香檳的頭是那個孔是大的 它是頂在那個頭上面直接把它 因為那個不是有個鐵絲嗎 你這個鐵絲只要打開之後 各位觀眾朋友 你回家可以試試看 打開之後 你只要輕輕轉一下 你只要轉一下 它裡面的氣壓會把香檳 會慢慢的救出來 所以你只要借用君刀的使力 推一下就可以開了 抓到沒開 對 然後你推完之後馬上就拿震 不然會全部都漏光光 OK 好 沒關係 講得這麼厲害 所以待會兒我們還有一瓶香檳 那等一下就麻煩一下馬力歐也來 好 用君刀來開一下 重點是 竹賢 真的還是假的用君刀開香檳 來 最後正確的答案是 來 恭喜綠隊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我們需要現場來開香檳嗎 可以嗎 好 跟大家分享一下 OK 來 這個氣勢 你... 就這樣 對 來 後退一點 小心 好 OK 還有嗎 OK 還有嗎 OK 超級綠色 大家好運歸的來 不好意思 好有氣勢 不是 太認真了吧 我們需要把它披成這個樣子嗎 那我家我香檳怎麼喝呢 力道大了一點點 OK 力道大 對 它其實 玻璃不會在裡面 玻璃屑不會在裡面 因為它會噴出去 對 所以還是可以喝 OK 好 來 謝謝 謝謝主持人 謝謝 對 我不行 我真的不行 這個我不會 你不是說你什麼酒店的 不是 我知道這個原理 但是我真的不會 你喝 你喝 要吃飯幹嘛 不是 玻璃屑 兩位可不可以過去 好嗎 所以我們後面所有來賓 玻璃屑 玻璃屑 你不介意的話能不能搭攝影棚外面 對 玻璃屑 玻璃屑 玻璃屑要搭椅 你搭椅 你的刀子千萬要握好 我很擔心 不要平常棉會出去刀子揮了 小心你的手 你是要拿手把它打開嗎 不用 不用轉 你弄出來咧 你弄出來 對 這是手開的 這是手開的 7秒開平台也不錯 不是 我想說 懲罰你 快點7秒 你也太快了吧 好 7秒 對 7秒 還是重點是7秒 馬哥你也太快了吧 不准開車 馬哥來 等一下 7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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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隔離意思嗎 開始 好快喔 馬哥還要錄影 憲哥要醉 他真的比較喜歡喝酒 5 6 7 5 我的天 把你也太愛喝了 7點5秒 7點5秒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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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算過關 為什麼要這樣 很薄 OK 本來現在很厲害 但是重點知道他見識到 用軍刀開香檳的開平法 OK 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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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現在頭痛的可能是紅隊了 紅隊加油了 加油 來 紅隊接下來要面對到 什麼樣的潛意識呢 來 凱樂 歡迎到第二位 聽到妝可愛指令 就會瞇眼下的好可愛狗狗 好可愛 好可愛 Coco請問一下 這個毛小孩叫 哈弟 哈弟 妳什麼時候發現 他會 這麼樣的妝可愛 剛開始 這一隻是我領養回來的 那 剛回來的時候 因為他有打預防針 OK 然後就是 得了那個小犬腸病毒 醫生就跟我講說 他可能治好的那個機率 只有百分之二十而已 OK 可能他叫我有心理準備 可是我心裡一直想說 他不可能 不可能 我剛帶回來怎麼可能 就這樣子 後來我們就是早晚 帶去醫院打抗生素 早晚各一支 就是連打了五天 醫生說奇蹟似的 就活過來 他竟然是可以活了 早晚都各打一針 連打五天以後 狗就會開始裝可愛 他就會開始瞇眼笑 對 她後來 慢慢好了以後 看到我 他就會這樣 一直跟著我笑這樣子 一直瞇著眼跟著我笑 指令是 就是裝可愛 裝可愛 阿基 裝可愛 他就這樣笑 好 他主人說才有用 他被你嚇到 OK 首先 確認這狗一定是這位小姐的 因為我們節目常常出現 我們節目常常出現 在抱寵物對不對 寵物不受控 奇怪 原來他不是他的主人 有隻貓還沒跳到那個 這種面具的 好 從他們剛剛這個 人狗情未了的這個感覺來看 應該就是是他的狗 那狗對於自己的主人 為了取悅自己的主人 會聽他的一些怪異的指令 願意做那些事也很正常 而且我發現不只狗會做 我覺得我們這位 你看他以為明星好厲害 所以 所以你哥應該是會 OK 好 來 真的還是假的 他聽到妝可愛 這會瞇眼笑嗎 紅隊請選擇 紅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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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一定要三分的 你們肯定要三分的 只是真的還假的 你決定 我也決定 假的三分 壓三分是肯定的 因為不壓三分你們撥不回來 那為什麼假的 因為你剛剛大叫妝可愛他不理你 他沒有 而且其實他平常就一直在瞇眼 而且我覺得他眼睛那麼小 基本上是很難發現他 他到底有沒有瞇眼 OK 他不是那種外凸的那種很大的 就可以看得出來 好 所以 對 注意上面這些原因 紅隊大膽的壓了假的三分 真真假假假假假假真真 哈弟會聽到妝可愛 就瞇眼睛妝懵嗎 正確的答案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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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嗎 還要繼續這樣子嗎 對 一定要這樣 OK 好 那當然大家還是想要看一下 其實真的 毛小孩真的非常的可愛 尤其聽到妝可愛 還會瞇眼睛笑 好 那哈弟到底怎麼樣妝可愛 來 真的嗎 妝可愛 好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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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妝妝 好可愛 她真的在笑耶 我還在拍眼睛耶 她真的在笑耶 她真的在笑耶 好可愛 她是眼睛的 好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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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啊 好可愛 沒有 真的嗎 我覺得其實是因為風太大吧 對 她的眼睛很濕 而且她後面應該被噓噓了 因為她剛剛不是有吹口哨嗎 不然凱樂 妳現在妳給她吹戲 我跟妳講一定是風太大 她真的是想吹腳 她在家也會嗎 她在家也會 她只要高興她就會多可愛 OK 她可能是有肝眼症 這樣嗎 OK 好 奇怪 沒有啦 真的很可愛 真的很可愛 好 所以最後呢 再次驗證 確實是真的 OK 來 好 好 那接下來呢 不管分數如何 總是要有點面子之爭嘛 好歹要答對意思 答對意思對不對 OK 好 那接下來綠隊要碰到 紅隊帶來的嫌疑是 什麼人 什麼事呢 來 凱樂 好的 歡迎紅隊的第三位 可以用舌頭舔到鼻子的李冠儀 嗨 一樣 冠儀請問一下 對啊 沒有 是 因為像平常我在家裡都會保養 我在保養的時候 比如敷臉 或者是在那個腳的時候 我就會坐在電腦前面 就開始上網看一些有的沒的 就有一個朋友就分享了一個影片 我就看到YouTube上面 就有一個影片 它就是教人家 怎麼樣有一些訓練的步驟 可以讓你的舌頭碰到鼻子 妳就開始學 我就想說真的嗎 之後就開始照它的方式做之後 發現原來我也可以 因為聽起來舌頭要碰到鼻子 現在有 往下很長 但往上很難 沒辦法 我本來不覺得良不清 OK 對 這真的是很難 對 因為我本來也覺得 沒有什麼 可是後來發現我周圍 沒有一個人可以這樣做 OK 後來覺得 那這樣好像還滿了不起 那如果妳剛剛講說 感覺起來好像似乎這是可以練的 對 那當妳練成這以後 妳突然發現它不只是可以 有時候跟人家炫一下說 我的舌頭可以頂到鼻子 而且它對妳來講 還有另外一個附帶的一個功能 因此舌頭變靈活以後 念繞口令會非常快 一般我可以講到有兩句 它可以 我可以三秒之內完成 好 妳要不要試試看 扭扭起 媽媽起媽媽 媽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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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 我的天啊 你關於真能擁有舌頭舔到鼻子的技能嗎 更精采的內容廣告後回憶來唷 沈玉琳告訴你不能不知道的知識 摳摳摳摳摳 我問妳一個問題 那個頭皮屑 我還沒看過它變成什麼 頭皮屑遇熱 變成濁黃色的油脂 變油 對 它就是油 然後它自己還聞 然後這樣 對 那什麼味道 二臭 妳同學以前眼睛會這麼浮誇 妳